賣陰筋 我不行的 我覺得女朋友的手褲特別重 特別重 拿不到 對我來說是緊張 第一次在螢幕上有情侶的關係 亦是第一次跟Vanya合作 所以亦是第一次演一個與運動無關的劇情 所以很多都是第一次 我自己都緊張 因為始終要跟MIRROR做情侶 我都會害怕會被粉絲吃醋 我們有一場是同床 但是沒有什麼發生 那個化妄夢 其實我也想借一些耳朵 拿過來動一下 但沒有 其實我印象的就是 Alvin是有很多肌肉 還有說話是溫柔的 在第一天跟他開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很舒服 因為他是會問我的意見 或者他會跟我去讀 一會兒我們這樣做好不好 他會主動去做這件事 其實已經令到我們的距離 拉近了很多 之前拍劇可能都跟MIRROR兄弟幫 那個壓力會少一點 但是這次是第一次跟Vanya合作 約情侶 所以會緊張的 會緊張的 所以之前我也會不怕 我們對一下戲吧 所以這個是可能很正常的 但對於我來說我真的是第一次 我很欣賞那件事 就是我會覺得 在那個現場裡面 我是覺得你是一個演員 雜游都想的 不過就是那句 會比較大壓力 因為會多人看 很多人關注 可以多一點對手戲 但不要有太多身體接觸 因為我一出來就入行 大家都覺得我是一個運動型的人 然後前後都拍過三套 跟運動有關的劇集 所以我覺得一做文戲 或者做今次戲劇 對於別人的切入點都很不同 而我覺得做演員 帶到新鮮感給別人是很重要的 還有就是今次的拍攝 終於不用額外學一個運動 或者去練一件事 可以先放下半份運動員的姿態 不用脫衣 對 終於可以全力做演員 因為我是一個很誠實 又有很多愛心 照顧老人家 他也是社工 我們兩個人物設定 就是好像很大愛 有困難的 因為我自己都會質疑 有這麼老實的人 這麼老實 現實的我可能會生氣 但是這個角色就會 因為愛他 所以很多決定都跟我本人想像 有點不一樣 因為我的角色是今次劇集中 那個職責 職責就是做一個男朋友 所以我的決定很多時候都看對手 如果你問我 我現實生活 我覺得很多時候 一段關係都不是一個人可以經營 是兩個人 那自己都希望 可以兩個人之間 誠實地去相處 我覺得我自己都是一個比較誠實的人 因為我可能個人本身的性格比較內向一點 那我就可能不是太世界 所以就是習慣了 那種就是想舒服一點的相處 就是有些什麼就盡量都說出來 是有時候真實的事都是會比較 就是可能相應性會大一點 那盡量都是用自己的方法 可以令到說出來的方法會舒服一點 然後令對方接受 我經常覺得 你說一個謊話 你就要說更加多的謊話去蓋住它 那這件事對我來說太複雜和太麻煩 我覺得誠實是一個出發點來的 就是我誠實 我選擇說一句說話 我是我的真心話 但有時候我的誠實 別人怎樣拍呢 別人可以聽下去 他自己覺得是言外之音 他可以誤會我們 我現在很誠實地回答你 多多一點點會有的 因為你知道了 原來現在說一句說話 那個受眾已經不是以前 就是你以前說話 受眾可能自己是同班同學 那班朋友 但現在說話 可能受眾已經是全香港的市民 不是每個人有同等程度地認識你的 那你的解釋空間都很低 所以就不如不要說 有些說話 留給朋友才說 我覺得是一個成熟程度 我覺得是因為 你就算不是入行 你本身出來社會工作 都會面對著可能 由一個fresh grab 變成一個人家的上司 再變成可能 你要跟很多老闆交手 其實一個普通人 都會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是有一點點 錯著去長大 但那些錯又是經驗來的 因為可能一路以來的形象 被人覺得都是很硬正 所以都會做一些可能 惡一些 或者女強人的角色 但如果你問我 有些什麼想做呢 我想做一些港女 穿短裙 高跟鞋 八婆仔 我覺得這一面 我也會有 而且我也會想大家去看看 一個八婆仔的Ranger是怎樣 我又不是很喜歡 男朋友拿手袋 因為 我會覺得 好像 自己 做不到才有人幫忙 但是如果她願意幫我拿 我也會很欣賞她的體貼 我不行的 我覺得 女朋友的手袋 特別重 特別重 拿不到 太重 太重 如果很輕 很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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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是你覺得的 我沒有說 鄙視這個字 不要這樣說 你很厲害 因為我自己 以往都會 可能會說 這件事我還未接受到 糟糕 我沒有說錯話 我開始害怕 我很誠實 我是還未做到 那你是不是也喜歡 女生 男生 我喜歡獨立一點 因為 平時各自都有很多自己的問題 大家要處理好自己的問題 然後再互相支持 這是我最理想的關係 別人說 我覺得 我認識跟女生相處 是因為入了MIRROR 然後 我們工作的時候 很多人 同事 AM Team 可能都會有女同事 有時候 有時候 子女行間說話 或者對大家那種關心 他們都會說 Alton 是很懂得照顧人 很細心去看人 例如說 你剪了頭髮 但我其他隊友 可能會 他剪了頭髮嗎 你不說我不覺得 是很小事 很小事 很小事 如果對方走過 見到你喜歡的食物 然後就買給你 其實我覺得 最幸福的東西 在很小的位置 而不是一定要好鋪張 帶著大節 帶著 一波轟下去 我要感動到你哭 感動樓梯 其實我都很喜歡 是那些小事 但 我曾經有個男朋友 是會 願意幫我去買護膳 買AM Gun 你做不到 我試過幫家人買 因為我覺得那樣東西 是真的很好 其實他去到超開市場 那樣東西 是全世界都知道 他是幫人買的 但是他不介意去做這件事 那我覺得這件事 是 禁我以來我覺得 最貼心的事情 買AM Gun 我小時候買的原因 是我想下街玩 那家人就不給 然後你就去買 然後就在那裡丟東西 就是 誰才肯讓我下去 你幫我買東西回來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 是大人的東西 那時候我小學 我還記得 因為我想下街打球 現在可以買嗎 其實現在我也可以的 認到你 不是我現在很危險 是 我個人 我心理上 其實我是可以的 其實我最喜歡 我覺得反而是 野人老師 那個寶媽的角色 是最完整的 雖然他不是 由頭到尾 或者很多 場後都有他 但其實他每一次的出現 都會 有戲可以做 還有 在每出現的場次裡面 他都會 有那個感情 可以 擺出來 可能這一場 他 找小朋友 他很緊張 但到他真的見到小朋友 他會很生氣 很兇 到 可能船上 他又會 情感崩潰 回想起以前 即是駝子 又現在這樣對小朋友 那樣東西 對我來說 其實就是演員夢寐以求的東西 我想那個角色對我來說 即是2022年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成長 2022年度結算 我最喜歡的角色 應該是 成國的鄭澤宏 因為始終 他的人質很鮮明 即是男生都會喜歡 最厲害 拳望 又自眾 又瀟灑 這個角色 和在演戲的時候 都很好發揮 但這個是年度結選 我覺得接下來一月 最重要的 都是支持我們的大成食家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